小飛 海哥 我看見俊的車出了村口 我知道你一定來工作 上次跟你說了, 我真的不可以再等 我怕你傷到阿芳 不會的 師父說麥特堂豬沙可以令他現形 我打算是為何俊的家四面探豬沙 就等於畫錯了結界 在結界裡, 阿芳和柳芳的法令就會遞減 再加微露遞前, 就會逼到他現形 我待會跟你一起去 海哥 畢竟這件事我也有份 我看見他顯靈的時候很兇 我幫你解釋一下, 希望他可以原諒你 阿芳, 你是否在這裡 在這裡就現身 在這裡, 要被… 阿芳 又發生了 阿芳, 要僅是否在此 阿芳, 還要發現 阿芳, 讓他乾淨 這件事可以控制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不閃了 為什麼不行? 那個羅甲 柳芳, 阿芳 方少爺, 嚴小飛 你們早就這樣看, 只是想逼我現身 現在看到我了, 滿意了嗎? 阿芳, 你聽我解釋 老師… 解釋? 還有什麼好解釋? 你們這樣來害我 我這次不會放過你們 走吧, 小飛, 放上海 我是人, 那時候你就散落 我現在是鬼, 你也不放過我 為什麼? 別動, 小飛 阿芳 海哥, 怎麼在這裡? 他很激烈 你們不要再走了 快點 你們從這裡走出來 不是真的搞雲朗芳 別說了 放聲… 芳 兒子 真是雲朗芳? 雲朗芳, 你有沒有搞我爸爸? 阿冬, 你不會了 芳不會害人的 他只是想知道自己怎麼死 等等, 你們看到他嗎? 是我逼他出來的 阿俊 你們沒事吧? 你們有沒有人性? 他死了, 你還跑來搞他? 你是不是還厭害他不夠? 我們不是搞他 阿俊, 之前是我用八卦鏡子 我打算嚇他, 讓他離開大勝村 汪雪凱, 是不是因為當年我拒絕你 所以你殺了我和殺雲哥嗎? 老爸 老爸, 有什麼消息說吧 不關凱哥的事 我發誓, 我真的沒有殺人 你有沒有殺過人你自己說的? 有還是沒有誰知道? 你們不要逼凱凱哥了 不是你們這麼想的 是非 所有的事是我做的 阿芳, 我沒想到會害死你 是這個人 我們演戲的劇院 出了名字很猛鬼 但是我寡人照顧女兒 逼著要帶她去工作 那天演完電影, 我見其他人都走了 就打算臨走前拜個神 等那些髒話沒有跟我們回去 突然若林她哭得很厲害 是, 我不想起她夠時間喝奶 所以我就走開, 沖奶給她喝 我走開了半小時都沒有 回來那一層 就看到走廊很大煙, 燒著了 還連化妝家也燒著了 若林咳得很厲害 我怕她有事, 所以就先背她走 我抱若林去找海哥 叫她幫我看著若林 海哥… 小飛 海哥, 我有些緊要事要做 你幫我照顧女兒一會兒吧 尿布、奶粉都在那裡, 謝謝 發生什麼事? 我幹什麼? 總之你先幫我照顧女兒 我一定會回來的 搞定了若林之後 我就回到牆場看看 那隻已經燒得七七八八了 我打算看看裡面的燒成怎樣 有什麼財物損失 還在犯怎樣向海哥解釋的時候 我看到你的衣箱中間藏著那個手袖 我覺得很不妥 我打開了衣箱, 看見你竟然在裡面 那時候你已經死了 當時我真的很害怕 我…我也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只知道不可以讓你死了 我還在 我留意推著那個衣箱, 推到江邊 打算尋尋大海 就沒人會知道那場火 因為我的梳乎搞得失去了人命 難怪我的雲鵬鎖在衣箱裡頭裡 這麼多年來, 我心裡都很不安慕 每年的越南節, 我也有宵夜給你 這麼多年我沒見你找我 我終於在你投了胎 阿芳, 就算我怎麼說也好 也是小飛不對的 你這麼年輕的走了, 我也替你難過 但小飛真的無心的 他幹什麼都為女兒 現在是不是為了女兒 害死了一個人也不要緊 阿俊, 一個男人父兼母跡是很艱難的 開哥, 你別說了 算了, 他們要乖, 就乖我了 我不是維護你, 我是說事實 小飛的老婆難產死了 若林早了一個月出生 出生之後, 很多病痛 我親眼看到她背著女兒 在醫院貧貧婆婆的出入 我看見她, 背著女兒回來劇團做事 若林她真的經常生病 雖然飛叔對她很嚴重 但她真的很疼勁 小飛就是不想 劇場裡面的髒東西搞她的女兒 她才回來燒衣紙 才搞到火燭 我知道了 我的死是意外, 與你無關 你不要再放在心上 謝謝你… 快點起來吧 畢叔 謝謝你… 我都想問你們 我找雲哥找了很久 我都找不到她 你們知道她在哪裡嗎? 你走了之後, 雲哥找過我 她問你的下落 雲哥, 因為答應了小飛要保守秘密 我沒有說出真相 我就立刻說你自己離開劇團 沒多久聽聽人家說我下來了香港 你香港? 為何我找不到她? 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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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